当今,视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生活点滴 还是在工作中展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视频都是一种非常有利的工具 因此,如何调节视频画面 使其看起来更有质感 更加吸引人 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的视频画面看起来会让人非常的舒服的话 是非常容易留住用户的 那今天,就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提升视频画面 或者说图片画面的亮度 或者说质感 首先,我们需要把剪辑的视频或者图片导入剪映 导入进来之后 选中往后拉 选择调节 曝光度-10 对比度加30 饱和度加60 自然饱和度加50 锐化加10 高光加20 色温加20 色调-35 然后新增画中画选素材库 白色底板 然后点击混合模式更亮 然后调整不透明度调3或者6 调整之后看下效果吧 画面看起来会更好一点 咱们平时运用到的一些小技巧 大家可以在做视频的时候 把它加上去 总之 调节视频画面 以提高质感和吸引力 需要多方面的技巧 和注意事项 以上提到的技巧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公众号 假装很努力 各类全文攻略展示